8. 後來打還有開關 可以了 我們的壓力 這個氣球 我們對這邊吹氣 對裡面吹氣 就已經產生壓力了 壓力其實是可以想像的是 氣體噸子不轉滲 essa臂 然後把它蹭開了 對不對 所以氣體撞擊這個臂 所以我們要讓壓力變大值的方法 想一下 增加氣體分子 增加氣體分子 而是代表氣體分子 增加氣體分子可以增加什麼 碰撞的機率 增加氣體分子給它壓力變大 還有呢 空間變小 空間變小 所以怎麼樣 也更容易增加機率 空間變小 所以是V變小 N變大 我想要讓V變大 還有呢 加熱 什麼 加熱 對 溫度變大 別的壓力變大 那目前為止 這些條件有同意的 那還有別的條件 想不到 想不到 沒有了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壓力跟它撞擊的東西有關 事實上 溫度跟什麼有關 為什麼提到溫度可以讓撞擊的壓力變大 能量 跟能量有關沒有錯 溫度變高 能量變高 能量變高是表示什麼變高 能量變高 能量變高所以溫度變高 溫度變高也就是能量變高 能量變高是它在我們物理學上來講 能量變高 什麼 控上氣變高 那是對 控上氣為什麼變高 速度變快 因為能量講的是什麼 2分之1mv 所以速度變快 基本上給能量給溫度 給它能量 給它能量 表現的就是每個分子運動速度變快 速度變快你看 我本來控狀 我從天控狀 普通走路遠 當我速度變快的時候 我的時間是變小 時間是變小 時間是變小 時間變短 控狀的機會時間變多了 我的頻率是變大 控狀的頻率是變大 一秒鐘可以控狀的機會變多了 這P基本上是跟溫度沒有關 所以你可以想像電動力不是我們 理解的壓力的態度 好了 所以我們把這關機做在一起 我們假設 這邊有個體積 這旁邊的能量沒辦法進出 這叫做絕熱器 好 這邊有個弓性 好 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 有放進溫度裡面的壓力值 P 這是它的體積 V 我如果把它壓縮 會怎麼樣 壓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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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P跟V今天的關係很關鍵 P跟V 所以P V P等於K 可以介紹 P 可以是一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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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這樣子 就等於定乎 P越大 P越小 P越小 P越大 就是等於定乎 P等於 V分之1 不就等於V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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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這樣子 對 XY 等於V XY 等於3 我可以說這兩個是反比嗎 XX跟YX都反比 會不會因為 XOE的關係 結果導致上都是反比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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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都反比 所以PX等於K 沒有絕 好 接下來呢 假設啊 我現在來看估度的關係 我要維持定壓 比如說這個 這個柏山是可以自有移動的 我現在給裡面夾熱 溫度升高了 溫度升高了 這個體積會怎麼變化 你的體積 你的體積 變大 變大 對不對 溫度變高 溫度縮小 變小 我們記不記得那個實驗 我想到 絕對 絕對溫度的時候實驗怎麼做 我想到 溫度的極限 我就把溫度降低 我就把那體積變小 溫度降低 體積變小 最小的那個點還沒 體積最小的那個點還沒 體積最小的那個點還沒 那點做不出來 但是有實驗室 對不對 哇 這時候我帶我 但是 那是 我弄的不一樣 我來講 誰在溫度的時候 假設這是體積 就是溫度 我溫度減小 溫度變低 而體積會變小 對不對 溫度降低 體積會變小 溫度降低 體積會變小 溫度降低 溫度降低 體積會變小 這沒問題吧 他到外面往下走 他做了一條線 做了一條線 欸 這個線 這樣就有做到這 你往下做給他 因為嗎 再讓溫度變低了 那我們就把那條線 連接起來 好 他碰到了X 就是 體積會靈的 溫度是多少 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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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k 這是0k 可是負了273-7 負了273-7 負了273-7的時候 就 就是沒有體積 什麼意思 就整個都靜子 所以在0k的時候 靜子它什麼都靜子 靜子會沒有靜子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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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子 變度 相當沒有氣體 沒有氣體的空間 它變小 事實上 嚴格來講 我覺得是連 原子的空間都沒有 原子的空間都沒有 我認為 因為體積要有任何的能量 它表現出來就是有溫度 所以沒有溫度的時候 原子都什麼意思 連原子都不震動 那原子都不震動 那原子都不震動 那電子都不好 電子都不好 我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這個宇宙都通通不出0k的情況 因為你要讓原子都不好 不可能 因為當你原子都不好 整個體積縮小 它反而變成一個小黑洞 小黑洞可能會吸引很多能量進去 所以它又有能量上來 所以它其實是在那邊反覆的 反覆的平衡 那個動態平衡 所以基本上0可以做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的這個節奏 所以基本上 我們看到這個譜 看到這個譜 我們就說 體積跟溫度成正理 同合理 體積跟溫度成正理 是吧 體積跟溫度成正理 體積跟溫度成正理 對不對 所以 可是 是跟什麼路成正理 跟色式還是跟華式還是跟海式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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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沒有成正理 我從這邊不開始算好 這是0度C 我有成正理 我沒有成正理 我必須到雲點 他要成正理 成正理意思說 x-1 y-k xs 這叫成正理 我如果加a 這就不算成正理 因為他沒有 x-2 等比例變大 等比例變大 沒有成比例變大 成正理意思是等比例變大 所以他必須等於這個時候 他叫成正理 函數 還是他跟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說 v 正比於k 對不對 正面 b 正比於p 1分之1 b又正比於k 诶 那 嘗試 我這裡放的分子量 會不會影響體積 會嗎 我分子數越多 我的莫數越多 是我的體積又越大 再嘗一下 所以我的v就正比於n 我們這n用莫數來看 莫數 莫數是代表分子量 分子數 分子數 是不是差比率中 分子數 所以我們這麼多關心 b 正比於k 我要 führt 正比 t 跟他是用k為單位 v正比於k v正比 compassion p v正比n 書寫整詞 這就是pvυ nrte N代表酵素,T代表酥度,P是壓力,V是體積 為什麼是寫NP? 習慣這樣寫會不知道耶 這我們有去研究它 我們有去研究它為什麼? 阿剛剛這個R是什麼? 就是R 好,我們先把R遮掉 R看了之後這邊只能寫正比 正比跟等比是不一樣的意思吧 又有一條長環 有一條長環 你剛剛翻譯給我來長長 這是一條長環 這是它長度 四張圖的長度 原來長度 從這邊來算的話 就叫正常的樣子 不要大小 是吧 從這裡假設這零點來看的話 廣價正常就是X的話 我這邊所思的力F 會講一下嗎? 會說F正比X對不對? X正比X對不對? 我的X越長,正常量越長,思的力越大 是不是這樣 我可以寫F等K X 我可以寫F等X 不行 因為每個糖黃都不一樣 所以我只能寫F等於K等X 是不是這樣 K是代表什麼? 有電磁 一個隨著糖黃 量的糖黃會有不同的K字 所以這是彈性係數 那在這邊 我一樣啊 P正比於溫度 PV反比 V又正比於N 我想要變成一個等號 我們必須寫F PV等於N 有一個東西RP 這個R是什麼?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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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事實上 它會隨著不同的氣筆 不同的R質 假如你講看 二氧化碳 把二氧化碳讓我去看 我就知道二氧化碳的R質 這叫做 二氧化碳的氣體常數 我假設想看氫 我就把氫拿來這裡 我們就知道氫的氣體常數 但是我們現在習慣 4A 這邊有一隻焦雞是可以收的 哦 那是嗎 不是 焦雞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是那個 製作的 哦 它是 西遙風 它在幫他小孩裝 小孩食物 而且它越來越多了 你看你們有在吹槽 你要不要坐到這邊來 坐到這邊來 坐到那個屏幕旁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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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什麼東西 謝謝 一開始就越來越吃 好吧 我們就先這樣子 那一關是什麼 那關是 製作 好 所以你不要分久去然後燒一下 危險啦 危險 啊快洗了在那裡 只是快點燒 差不多就把它洗掉就好了 可是鋪頭又不難燒 所以我們 我們有時候會說 因為鋪梅的氣體差已經很小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當成 四銅理想氣體 好 理想氣體 基本上它有些定義 你看定義 第一個因為是理想追梅 對 因為是理想追梅 沒有理想 沒有理想這東西 好 沒有 在 沒有 在 在這邊 十字式解吧 十字式解 然後還有理想氣體 你 你想氣體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 它沒有體積 分子本身沒有體積 第二個 就是這沒有體積 它都符合剛剛平人所說的 當它物質越小的時候它可以到體積為零 實際上不可能體積為零嘛 因為分子之間本身就一定體積啦 它變成固體體積為零 但它變成固體積為零 不是啊 所以體積很難為零 所以 基本上氣體 體積為零 這件事情是搶設出來的 所以 我們必須補合理想氣體的辦法 補合真正的這個結果 或是 V跟T成真理這件事情 就必須是體積為零 好不好 好 好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氣體本身沒有吸引力 氣體本身沒有吸引力 它氣體本身沒有吸引力 講氣跟講氣體不是吸引力 沒有 完全沒有吸引力嗎 沒有 吸引力怎麼產生的 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 它本身有質量 質量就有萬有引力 就會有吸引力 對不對 它有沒有別的 極性 極性嗎 極性有極性嗎 極性沒有極性 但是它就有靜電力 因為它有力 它有強力 它有靜電力 強力 分子跟分子間會有強力的作用 有 強力指的原子組裡面 它有強力作用 但是分子跟分子間的作用力裡面 還有發尼就靜電力 我這個質子會吸引它的電子 這個電子會吸引它的質子 本身就有一些 交互作用的力量 本身就有交互作用力 只有這個合力 趨近一點 但是你要看你的電子狀況是什麼 電子這個時候 撞到偏哪邊 這個時候某種程度 它還是一個電子 某種靜電力在 還是比你受影響 所以理想氣體 當然是理想氣體上說實現 胎二很重要 前提就是 這個分子呢 基本上分子間沒有作用力 作用力趨近一點 那目前比較符合 影響氣體是什麼 什麼氣體 如果就這樣你看看 是氫氣嗎 冷氣 是氧氣嗎 氮氣 是氮氣嗎 水氣 是水氣嗎 還有 是哪個氣 所以它有一個現象 它的氣體 就是你在碰撞的時候 你看 噓 彈開 如果它是兩個球 如果這個分子是兩個球 撞起來的時候會很正常的 撞起來之後 我覺得球跟球撞起來 彈開 彈開 可是這個機率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是兩個球 撞起來 它往這邊彈 跟往這邊彈 幾乎也不一樣 就不一樣 因為這是不規則形狀 所以最好還是你是一個 規則形狀 就是球狀 好 如果這些狀的條件有什麼 哪個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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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體系要很小 第二個 跟別人沒有什麼作用力 第三個要規則形狀 最好的就是 駭氣 我剛剛有講過 你剛剛有講駭氣嗎 很後面 很後面 就怎麼沒聽 有前面這樣講氫氣 彈氣 我沒聽到駭氣 駭氣最適合 駭氣比較適合 駭氣比較適合 理想氣體也超難吃的意思 但是 越來越增加 但是越來越增加越大 我們還希望它增加 駭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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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很後面 其實我今天講 Like 你把駭氣增加 基本上是關你講的 其實就是 所以你們未來的學習 上你可以再 看一下 課本 它其實用很多 很多概念 因為在駭氣裡面 很多表示那個 從ечат詢就出來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那包含什麼 還包含什麼 包含什么 玻璃有定律啦 包含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上化学了 没有 高中化相比上高物理 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完的 但是在物理学上 会把理想器品用物理学来解释一遍 为什么物理学 我们会从动义论来讲 就是乘量1等于2分之1mv来解释 这些现象 我会再解释一遍 但是因为那天大诚 大概问你们理想器品的感觉 让大家有点滑舌 有点滑舌 但是理想器品我觉得有点偏向你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我要讲完讲 因为那时候上学 上学题末讲到后面讲到理想器品前一章 对不对 我要特别跟你讲说 那个下学开始放大诚教的时候 所以我去理想器品 我觉得大诚教一开始很好 对对 我不带的话不好 不是这样 就是你等一下 一点都不可以 我觉得前面三四周都还可以 我觉得前面三四周都还可以 后面有点 不是很 那个 那个 这个 那个 其实